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下連續發生48日激烈戰爭後 雙方在24日首次臨時停火 雄十字會國際委員會在推特上說 已經確認有24名人質安全獲釋 但以色列表示還未收到25日釋放的人質名單 路透社形容雙方的停火約定十分脆弱 其中13名以色列人質、10名泰國人質 和1名菲律賓人質也已經返回以色列 雄十字會發推文說 我們將他們從袈裟運送到拉法邊境 這個標誌著我們作為各方之間中立中間人的角色 產生了實際影響 以色列總理辦公室表示 13名以色列人質已經被釋放 以色列媒體說這些人質一進入埃及 將會被軍用直升機帶回以色列 以軍給即將被釋放的孩子和媽媽 準備好禮物接他們回家 泰國總理塔維遜表示 他收到12名泰國公民從家山獲釋的確認消息 另外還有11名泰國人質 有些泰國人質不包括在以下人質交還協議裡 泰國媒體報導是由伊朗居中達成的交還 作為交換以色列釋放首批39名巴勒斯坦人 其中包括24名婦女和15名青少年 大部分是18歲以下的罪犯 最小14歲 其餘的都是18歲以上的女性 年紀最大的59歲 罪名大多數是縱火、製造爆炸物或燃燒物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安全等 以色列說如果哈馬斯持續以每天10名頻率釋放人質 雙方達成為期4天的暫時停放協議 有可能得以現場 而一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就透露 哈馬斯釋放的人質總數可能達到100名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忠基將軍認為 哈馬斯手中的人質本來就是他保命最主要的一個手中籌碼 所以他不會輕易將這些人質完全釋放 哈馬斯基本上在北加沙已經完全受到包圍 以色列也正好可以在停火階段 重新偵查哈馬斯的兵力調度 透過各種科技手段去找出正如哈馬斯主要藏匿的地點 可以持續更精準地打擊哈馬斯這些地下殘餘的主力 對以色列來說也是一個重新調整部署 和掌握敵情非常重要的手段 這就是為什麼奈塔尼亞胡最後願意做調整 他現在的兵力重點會放在南加沙 只要能夠掌握到南加沙的這些動態和運保的路線的話 大概可以判斷出下一階段以色列軍方打擊的重點 以下交換人質的時候 以色列總理奈塔尼亞胡和國防部長加蘭特 都是以色列國防軍總部全程監督人質的交換 加蘭特表示這是一個短暫的停火 而且一旦結束戰爭將更強有力地持續 以便施壓令到更多人質獲釋 同時警告巴勒斯坦人不要返回加沙北部的家 因為那裡仍然是危險的戰區 內塔尼亞胡說我們將繼續戰鬥 直到消滅哈馬斯 解救所有被綁架者和失蹤人員 並且確保加沙不再有威脅以色列的分子 不過以色列官員表示 他們還未收到預計25日釋放的人質名單 哈馬斯原定在以色列時間下午4時提供這份名單 現在是晚8時12分 23日停火前的戰鬥強度明顯比以往更激烈 以色列空軍單日襲擊了300多個加沙目標 摧毀了哈馬斯一個大規模的地道網絡 以哈停火協議生效15分鐘後 和加沙接壤的以色列南部兩個村莊 曾經響起預防火箭彈襲擊的防空警報 以色列政府一名發言人說 哈馬斯違背停火協議 曾發射火箭彈 但沒有造成損失 當日 亞及總統塞西表示 未來的巴勒斯坦國可能會非軍事化 會有國際維安部隊暫時進駐 來避免以巴之間再起衝突 之前 以色列國防軍公佈三段影片 顯示西法醫院下方地道四通八達 有一條直接通道學校的教室 時政推主Alex Chen認為 以色列令眾多媒體進入西法醫院地道拍攝 足以證明以色列和美國情報的準確 哈馬斯確實在利用醫院做掩護 而大量聯合國資金都被濫用和貪污 美國要在聯合國抓人了 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表示 西法醫院院長薩勒米亞 在撤往加沙南部時被捕 正在接受辛貝特和國防軍情報部門的詢問 Alex Chen認為 這名院長多次接受各國媒體採訪 說謊說醫院裡沒有軍事人員、武器和地道 還誤到外界和聯合國傳達完全相反的信息 很可能他自己就是哈馬斯的正式大員 甚至他知道所有人質的下落 另外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艾爾丹 質問聯合國和國際組織 16年來都做了些什麼 哈馬斯每天在教導仇恨 而聯合國卻保持沉默 獨立於難民處之外的巴勒斯坦救濟工程處 每年至少14億的預算 再加上各國援助 究竟有多少用在巴勒斯坦民眾身上 又有多少被哈馬斯拿走了 剛剛逃離哈馬斯控制的民眾高舉白旗 歡呼著人民希望哈馬斯跨台 11月23日是美國的感恩節 而在紐約市舉行的第97屆梅西感恩節大遊行 激烈的人士在網絡上說要發動感恩節攻擊 而舉辦感恩大遊行的梅西百貨被視為可能的目標之一 另外 各大商場也陸續收到威脅信息 恐怕有人響黑色星期五倒亂 紐約州州長海西霍楚21日呼籲大家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據《紐約郵報》消息 23日上50點左右 正在西45階第六大道遊行的慶祝隊伍 突然被身上塗有紅色假血的親黑示威者擋住 他們穿著白色連衣外罩 躺在地上 迫使上千人的隊伍擾導而行 隨後 示威者被紐約警察及時驅散部分被拘留 很多現場觀眾向示威者發出剋聲 不少人抱怨這會毀了遊行活動 而另外不同的一幕也在美國上演 網友在X上公佈了洛杉磯街頭的一組支持以色列的民眾 展示了以色列人士被抓的悲慘情境 而他們沒有阻礙交通 但效果非常震撼 他們走過街頭得到不少人的掌聲支持 現場的路人有些還留下了眼淚 網友寫道 無聲的抗議震耳肉龍 心虛的人掩著耳朵 不僅是在美國 親黑示威者23日 也在多倫多佔領了市中心路段的高速公路高架橋 導致市區交通癱瘓 而德國已經開始實施令容忍政策 德國在11月2日正式宣布禁止哈馬斯組織在德國的所有活動後 11月23日上午 500多名警察搜查了柏林十六處哈馬斯組織成員和其支持者的房產 11月24日 澳洲軍艦圖文巴號駛過台灣海峽 已在該海域實施自由航行任務 台灣國防部表示 船隻在23日進入台灣海峽 並且向南航行 期間 台灣軍方進行了全程觀察 到目前為止 圖文巴號已穿過台灣海峽 引發中共外交部抗議 當局聲稱 這是一次挑釁 這次航行 正在澳洲與中共關係陷入困難的時期 上星期 澳洲政府聲明指出 一艘中國軍艦在日本專屬經濟區 無端靠近停泊的圖文巴號 並且對其不規範使用聲納 導致一名在水下作業的澳洲軍事潛水員受傷 最近的舉動被外界認為 是對中共在東海挑釁行為的回應 在以前 美國海軍大約每月一次 派演艦艦通過台灣海峽 實施例行過境 這次澳洲戰艦加入公開航行 被認為是展示了 對台灣抵制中共地緣威脅的支持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高級分析師加雷厄姆說 實際上澳洲海軍經常穿越台灣海峽 但選擇不公開 他說澳洲海軍使用台灣海峽 是因為他是東海和南海之間最短的航線 在這次之前 澳洲也經常這樣做 只是沒有對外公開消息 我們來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APEC 期間 對中共抗議的團體中 有幾十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暴力攻擊 人權組織和民運團體 因此向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國會、 美國司法部和美國國土安全部等部門 舉報中共跨國鎮壓 部分抗議者已肯11月22日 接受了FBI的一對一查詢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執行委員趙恩 告訴《大紀元》記者 FBI對中共非法代理人及跨國鎮壓 跨國政治迫害非常敏感 口美東地區 FBI已經拘捕了多名中共非法代理人 對這次口美西地區發生的有組織、有預謀的 嚴重的跨國暴力鎮壓和迫害事件 FBI也高度重視 FBI官員一接到舉報 就及時安排和每一位舉報者進行一對一的面談 詳細記錄事情經過收集各種證據 中共民主黨洛杉磯委員會主委錦冠軍對《大紀元》說 這次舊金山APEX峰會期間抗議團體和親共僑團的衝突 不僅是那些粉紅和民運人士的衝突 這個裡面有中領館僱傭的黑社會 甚至還有中共大陸的特務 是民主人士和中共特務人員的衝突 他說 民主黨黨員彭小偉被搶手機的定位顯示 這個手機在22日已經到了香港 說明這些人就是從大陸派來的特務 這麼快他們就已經回回香港了 他還說 這些人的面孔多次出現在各個衝突短片的畫面中 他們不是退休的大媽大爺 不是留學生 都是四五十歲的 從各短片中可以看出這些人是操控者 他們指揮保安公司的黑人保安 指揮高大的黑社會打手 他們是主要人物 他們不會自己動手打人 但他們都頭戴耳機 指揮著黑社會打手 保安公司的人去對付民運等抗議人士 錦冠軍表示 他們已經向FBI報告了這一情況 證明中共跨境執法嚴重侵犯美國主權 他還說 這次中共不僅僅請黑社會做打手 還請妓女做歡迎者 彭小偉被攻擊後 有一個妓女就躲在歡迎人群中 大聲污衊彭小偉侵犯他 而且中共還非常卑鄙地肯為歐受害者時 用四五面血旗包圍著受害者 令人無法取證 劉偉律師表示 凡遭受中共跨境迫害、騷擾或受害的異議人士 無論是美國公民還是持有六卡 或合法居民 都應該站出來向美國政府反映情況 在中共結束動態清明政策 將滿一年之際 中國醫院再次出現呼吸道類疾病感染期 兒童患者的數目激增 同時成人亦大批感染 11月25日 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傳出 百名前線醫護感染的消息 外界擔憂、疫情重現 造成致命威脅 綜合彭博新聞、北京日報、 《轉角24小時》等大陸媒體的報導 中國多地醫院兵滿等候看病的人潮 在中共病毒、新冠疫情全面開放後 再次出現醫療資源緊繃的情形 北京各大醫院掛號超過3,000人 北京市兒童醫院每天接診的呼吸道感染病例 已經達到3,500至3,600人 北京友誼醫院等大醫院的疑科更是貼出 急診號現在等候時間24小時以上的告示 北京的航空總醫院日前發文表示 進入秋冬季以來 由於資源體肺炎持續流行 甚至出現流感、新冠等疊加感染 導致航空總醫院移科就診量持續居高不下 每天門診量維持在550至650人次之間 比較往年同期上升了30%至50% 同時遭到感染的患者描述 資源體肺炎好像吞了刀片 胸口被針刺、發燒兩天 人都快瘋了 愛嘆說感覺這幾年病毒沒有停過 微信公眾號天津人20號發文指出 天津市兒童醫院診療量打破歷史紀錄 雙院區單日接診量超過1萬2千人次 天津市兒童醫院血液科副主任醫師艾奇說 前一段時間的就診兒童當中 多數是肺炎資源體感染病例 但最近情況有變化 流感病例明顯增多 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也參加其中 疾病的蔓延也增加了家庭的壓力 武漢網友說 武漢兒童醫院已經爆滿 居民的醫療保險沒有辦法報銷足夠的醫藥費 今年住院3次 花費1萬8千元 只是報銷了3千元 加上門診 小孩子今年的花費已經2萬多 大人陪住沒有上班半個月 家庭經濟支持不住了 同時 大連等地也傳出 兒童因為這段感染已去世的消息 3年前武漢疫情爆發時 中共極力隱瞞 造成疫情全球失控 上海當地有人士透露說 上海中山醫院急診科 100位醫護人員全部中招 他們的各自家庭成員也全軍覆沒 中心職員、病房、醫生、護士、護工 包括病人也全部中招 中國網民說 目前公開的資料顯示 現在社會上6種病症齊齊流行 各地醫院擠滿病人 不知道官方將會強制打疫苗 還是再次封控 也是同時 中共高層也出現密集離世潮 11月23日 中共前駐德國大使 前中共人民外交學會會長 梅兆榮在北京去世 今年89歲 截至12月10日為止 至少有66名中共省部級以上的高官病亡 其中有58人為中共黨員 其餘的很多個也是所謂的 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 很多不足60歲 但是10月份至今 就已經有7名年齡不超過70歲的 中共高級官員病亡 另外今年截至10月為止 中國也曾傳出超過20名高校教授的密集死亡 另外有5名來自科學院和工程院的中國院士 連續醫治無效死亡 他們多數是中共黨員 無獨有偶 在宣布李克強死信的同一天 負責中國抗疫的中國病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 60歲的吳尊友 也傳出因病去世的消息 有網友疑問 中共高官密集死亡的背後影射了什麼呢?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 都已經認清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很多中國人在信仰上都在精神覺醒 追隨中共的結局都不會好 而頭腦中相信中共的人 盲從他的組織的人 同樣是給他連累的對象 有網友說 生命自有長短 讓授自有天定 嚴皇要你三更死 不能活過五更天 中共高官長期追隨共產黨做壞事 不管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 所謂是惡有報是天理 你信不信都一樣 生命的因果報應就是存在的 網友說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 時候一到 一切全部 同樣的道理 追隨中共行惡 就會節減養受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請問一下 您可以押忍 佩服時間 請問一下 您的目指 請求你的話 選擇 你 請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